啊 我剛才 啊 我開喝酒錄影就對了 OK 開場 哈囉大家好 我是彈珠虎 對不起我今天 18集了所以我今天喝一下酒 第18集一號的傳統就是 每個系列的第18集就是 喝一杯酒 好 好 上集就到哪裡 我現在發現我喝酒會一直想笑 完了完了完了 等一下喝一口喝一口 已經沒酒了我已經把它喝完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很醉那種 好啦 只是學生會發熱 好啦總之上集 我已經忘記了 我已經忘記了我只記得 Dreno性感的身體而已 好 就在我 在我那個什麼發覺瘋之前快點進入 進入遊戲好了 好啦各位看完前情提到之後 就來開始我們今天的第18集吧 Let's go 啊好癢喔臉 好癢喔臉 我嘲笑看著他 卻完全沒有提防他洗來的雙手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幸災樂禍啊各位 瞬間他抱住了我 讓我與他近視的毛髮來了一次親密的接觸 我也想要 而且他的色彈 但他的內心卻依然抗拒著 似乎不願意離開 我想和我的狼一起散步 喔 主角發動了 挑情攻擊 恭喜 我開玩笑的說出這種話 好可愛 你怎麼這麼可愛 為了我他寧願默默的受雨天的不是 就是 我在這微笑向他走去 掀起他的受掌 再一次了 我們牽起彼此的手 我拉著他一同分跑起來 精彩的紅光在空中延展 映入我們的眼簾 你好漂亮 Rylin你好漂亮喔 我知道的 你不必多言 過去的事情就讓他過去吧 我們現在只需要關注當下 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看 我像屁喔 把它帶回去 還好我剛吃了泡麵 不然我現在 今天肚子餓 好 來了 它像大鍋點的臉頭 是因為我像它那樣子 把菠菜放進去 我好奇的看著它攪拌鍋裡的東西 讓它們更好的混合 看一下櫥櫃 最下面的應該會有一個白色的瓶子 我取出瓶子 打開蓋子 聞了聞之後遞給了它 它聞起來有一股很明顯的乳製品氣味 這是奶油 湯加奶油感覺很強耶 反而我剛吃完的泡麵瞬間不響了 盒子在上方的菠菜葉 這一切讓我想起它的倒棚跟眼睛 欸 欸 我在露營啊 我傾笑起來 這菜如同一道可食用的Renic 桌角跟我一樣喝醉了 有什麼好笑的呢 可以吃Renic 你 不要笑 我都沒有很好笑 為什麼我笑屁喔 你變成了一道菜 我對它眨眨眼睛 這想要它措手不及 不管它有沒有理會到我的文字遊戲 因為有的是被我的紫色波動了心血 我都做這句玩笑很滿意 好緊張 拜託 最後它排了個白眼 伸手去拿掛在牆上的乾香草 給大家截圖 不知為什麼我立刻便宜出那是百里香 把它交在 把它 當把它 烤油那是灑 當它把它灑在燉菜上時 我的臉上 張開一次微笑 我從病毒上方的架子 拿出來兩勺 碗勺 接著我們再次做一下 等待食物手套 又一個小時過去 我們繼續聊著早上的 它早上的壯舉 屋內逐漸 硬滿燉菜的香味 一米滴 它是偏好經濟型運動類型的狼 很明顯今早的時候 Renee對自己手下的成員發生了一些爭執 但是把他們摔到 底一底整整四次後 他們放棄了抵抗 他對自己的戰鬥技能非常自豪 雖然 我感覺他像是在對我 自 像對他在自誇 自誇 以及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實這樣的Renee還蠻可愛的 性感 可愛 我的家 我的窗都要躺上來一下 最後Renee將鍋端爽桌 把書沉到我的盤子裡 大筆 這類的味道真是太棒了 我耐心的帶著 不行賺金 我耐心的等待Renee 將自己的那份備好 一旦他備好 我便立馬開吃 我拿起湯勺 小心翼的吹著 想讓燉肉涼一點 第一口讓我瞬間帶住了 這燉菜實在太棒了 好好喝喔 這是一種成為殘酷的融合味道 我從沒想到他們如此美妙融合在一起 就跟我的講話 要是這個背景沒聲音的話 有些後講話會慢慢睡著 晚安大家 至早失去記憶之後 我家被努力體驗每件事情 以彷彿初次體驗 短直初次體驗的些例進行探索 還有很多事值得我去發現 比如說我之前不知道Renee是這樣厲害的廚師 當Renee注意到我一勺一勺滿意的表情時 然後我的尾巴開始拍打起椅子來 你喜歡這道菜嗎 我更喜歡你 當然 它是如此的美味 perfect tasty delicious 我發出進入高潮 高潮請問一下 高潮是 你吃這道菜 是不是啊 高潮喘息 為自己誇張翻譯個臉 哇 好 我想看他們兩個 他把目光移開 被我高潮聲音弄得有些 慌軟 你好可愛 下次我不小心吃掉他 他 他全身緊繃 他雙獎和狼 這次復古歌 於是有著到達 他不讓我理解錯誤了 這次兩次又喜歡我 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X他 我想我會一直等待 直到他 願意卸下心防 向我突入心聲 我不想逼他 讓他再次進行 自我封閉 他現在已經少吃 帶著愧疚的表情看著我 我很高興 你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 但我們試試 他只能最後一場 稍後聽到有人敲門 呃 我記得他們保證 不會過來打和我們的 屬於我們兩個的田地啊 他有件事是抱怨著提升前去開門 是Varisa 好久不見耶 幾幾幾沒有出現了 我光又給我直接 又給我Reno直接落項我 對了 你的父親剛才通知我 他明天可以 他可以參加明天的宴會 一聽到這個消息 Reno的表情略為承認下來 與之相反的 我的表情變得明亮起來 我明天被離開這棟房子 到外面今天也看到 不足到底是怎麼樣的 都限你的提前告知 求了我準備的驚喜 所以這就是你的主意 他給Reno一個疑惑的眼神 我確實有請求 主張考慮這一點 一直讓彈珠虎帶在屋裡 會讓他凝絕的孤獨 所以你解決方法 他就直接把他丟到狼群裡面 丟到狼群裡面好High的感覺喔 確實如同正面異常的丟到狼群裡呢 我親一下到 這一點可不好笑 並非所有狼遵守準則 特別是那些 細枝末節的部分 阿B這好癢喔 也許只有Renny相關生命的 你受他監護 但這不能完全保障你的安全 沒有狼肝膽碰他 但我繼續長期他的人 前提下沒人敢 要是他在外出吃住的情況下 事情會無一遍的困難起來 正常會意味後 他弄一心鋪在這上面 他對人類到了幾乎痴迷的地步 可愛的Tano來我身邊吧 我們應付了Tano 你敢拿彈珠的生命來冒險嗎 所以他這樣問到Renny的耳朵捶了下來 他很困難的樣子讓我不安 我確實不能永遠待在這裡 我真的需要到外面房子 外面走一走 久待此地讓我正不斷失去自己的心智 在此之前 如果能發現你懂得利用我們的語言 你會先失去你的腦袋 我陷入沉默 原來自己確實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反駁他 但這部分能改變我 雄近於此的事實 而我被捕的表情被Renny清晰地看在眼裡 我必須相信彈珠虎 你說什麼 我同他一樣驚訝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能找回丟失的記憶 也許一週 一個月或者更久 他並非囚徒 而且我要對他負責 他將在鎖屋 將他鎖在屋中並非正確 只會執政了他心中的偏執 而且想解決這一切 一些表面資料的話 就需要把他介紹給不足 而且是越快越好 還覺得還在看Mino說 好甜啊這個韌蛋 我要喝水 跟大家聽聽水的聲音 ASM Malisa Malisa用心重重地看著我 發出一聲心煩意亂的嘆息 而我則為Rene 認真地將我們早些的談話 放在心上而聲嘆出動 雖然這樣的發展令我厭惡 但不得說你確實是對的 只不過這幾歲是他 投下一系列賭注之後 得定一場好賭罷了 我確信彈珠虎可以領導Tano 他是個聰明的小傢伙 再說了 他說我監護 我會伴他左右 護他周全 主公 主公 我會伴你左右 護你周全的 請相信我啊 主公 我在半夜錄影嗎 還可以喊這麼大聲喔 好吧 只不過要是失敗的話 千萬別哭出來 你嘴裡發出那種壯觀的聲音場 並不可承受不及 那絕對不會發生的 我很少看錯人 他手手間衝我結局的眨眨眼睛 這個壞蛋 又在動我wink 我刷了一下臉紅了 被Renor無條件的新的夜幕 但我卻不能擔保 我一直在擔心起Tano這個角色 他似乎讓Renor他們都緊張不安 而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在我開口詢問之前 我看到Releysa向我走來 總之 讓我檢查一下你的繃帶 喔好的 我擔心身體 以便能讓他看好我的下腹部 為什麼 繃帶又濕又綠 還要散步不清晰的秀秀我的衣服 這是草的味道 呃 我們這大雨池 有的時候去外外散步 散步 它好像會讓我們條條眉毛 那為什麼它滿身都是你的味道 因為我們兩個交融在一起啦 這是什麼廢話 瑪莉莎 我不小心跌倒了 而Renic 我試著幫他起來 瑪莉莎為我們可憐世界 是他的口氣 你可是受了重傷 他對我咆哮到 我並不在為你手機 那一刀雖然處理得很好 但是造成傷症還是很嚴重的 而你不能被看見 更別提一個 大里三輩的狼在草地上一起打滾了 我認真地Renic 他是個純小孩 你應該清楚不過罢了 很想用相當嚴厲的口吻責備我們 只是為了找點熱滋 萬一有人看到你怎麼辦 當時嚇得很大的雨 周圍並沒有人 呃 現在我 現在我要換你這棚袋 往得好方便的響 你可能已經讓你的傷口再度裂開了 流添血對 有助於你對意識到燕子裡的嚴重性情 同時給你一個局需的教訓 喝酒都好異樣喔弟弟 剛好處帶著拿出新的附料 與他合粉紅色藥劑一同放在桌子上 他櫃子伸直 慢慢的 Vogue自上的地方錄得出來 呃 這就奇怪了 他驚訝的發現男人自愈 彷彿的解釋著我的傷口 傷口已經癒合了 這是件好事 對嗎 灰狼總總接打癢癢的喝了口賣酒 顯然我對吃餐的疑似 還是讓他感到相當的不適 你還記得最後一次看見這麼剩的傷口 僅僅兩天內會癒合的是什麼樣的事情嗎 他為了像Reno 而灰狼甚至沒有朝我這看上一眼 沒有流動什麼都沒有 我往下忘了切到一條粉紅色的細線 傷口已經解痂了 我想Vogue的工作真的很出色 往下有提出自己的想法 不 無論怎麼看 你都癒合的太快了 這太不自然了 他的話正使我的懷疑 我也覺得奇怪 在發燥沒過多久之後 我的身體情況急劇的好轉 情況是往好的一面發展 但我心頭總籠罩著一種灰之不適的感覺 某種黑暗邪的東西藏在這些事實的後面 所以你到底是在暗示什麼 Reno發出惱火的嘆息 明顯對我的談話感到不適 我沒有在暗示什麼 這個人類並不如我們表面的看到那麼簡單 哈佛將粉紅色的藥劑塗到我傷口上 我可能要先取刺痛 但現在的我相當習慣 某好藥塗 某好藥劑後 他重新為我馬上繃帶 在這些完成後 他站起雙手抓起我的肩膀指示我手的雙眼 你受了很重的傷 你必須表現成那樣 否則會有人懷疑你的 特別是現在這種情況 我們很難說你是受了傷 而且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你會說我們的語言 他仿佛地強調我為我點點刀 反正我打一開始就是打算交流添錯的 拿受傷 拿來當托辭來著 他有意地向我點點刀 並準備動身離開 等等 如果你不建議的話 不妨和我們來點兔肉堡如何 這裡的飯菜還有的是 他回頭望向我問了一下 想 然後理事者雷尼克 至少還有人是懂禮貌的 是我們很有禮貌 即使我邀請你留下又有什麼意義 我知道你無論如何都會拒絕的 當然是有這個心意 他回頭望向我 遞給我一個牽引的眼神 打開了門 我不能久留 晚上還有巡龍任務 這幾天我的團隊因你的事而 群龍無首 我懷疑地開箱Rain 他和我一樣 同樣是一位小隊隊長 真的嗎 這裡有女性隊長 他經常望向我哥哥的笑著 連Rain連都發出雷鳴般的笑聲 你是從哪個 凡凡的性別 起身邊見了落後地區來的啊 在我們來回答之前 他離開了 希望他沒有誤會我的意思 別擔心 到目前為止 你對他來說都是個有趣 而不是厭惡的 這是個好跡象 而且已經說了很多關於你的事了 所以 他和Vogue都不善於和人交往的 嗯 我知道你和他們有相比有特別之處 我試圖掩飾著我臉紅的臉 同時我們繼續用餐 Rain呢盡情地喝著啤酒 討論著拳擊和摔角 就這樣整整聊了一個晚上 他似乎真的很喜歡自己接觸的運動 這讓他可以充分利用他魁梧的體格 欸 欸 我不會建議他的吹噓 顯然他是 顯然他 他 他們顯然是我的恭維 但我卻 不能幫助他冷靜一下 我敢說Vogue不只一句 與你絕高一下 不是 與你絕高一下 他幾乎被他啤酒嗆到了 氣鼓鼓的瞪了我一眼 我已經打敗Vogue很多次了 他重複了多次 我也忍住了笑聲 這也 意味著 他 至少打敗過你 既然這麼聰明 不然來一場較量 看看誰會贏 喔 可以 可以摸他身體的 我看著他挑起眉毛興奮的咬動著尾巴 我知道你想要做什麼 這是一個陷阱 而我是不會上你的當的 你真的可以 達到一個 如我一般的小豬仔子 能彌補你對Vogue的實力嗎 阿妮 他一把拍在桌子上慢慢站起來 身體繃得緊緊的 好像要撲向我一樣 撲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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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我覺得我錄影不可以這樣子 我都受編輯 真的很想哭 欸欸 我雙手緊握然後笑了笑 我受受傷你還記得嗎 他對他眨 我對他眨眨眼睛 指著我受傷無故耶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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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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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好帥喔 嘻 嘻 嘻 Naleck發出一聲低吼 這狼背後不盡峭起了一絲亮意 幸運的小豬宰子 他帶著長的表情坐了下來 拿起九杯痛以一大口 我必須承認 他在他心意當中 可以更好了解他 我覺得我們之間親近了許多 不認我們是什麼關係 我只是很高興 有他在這 接生我們只是朋友 我們又返回到開玩家當中 是不止取消對方 直到深夜 我还以为今天进入完不到深夜了 我还记得我没这么开心过了 他呼出一口气喝光第三杯酒 我会心得笑了笑 我们只是一起吃了顿完饭然后喝了酒 好了说什么呢 跟你在一起很愉快 他嗓了嗓的酒像酒桶 把酒被啄满 我是涉及到他速度 但目前我只能喝一杯 第二杯还在鼓舞挣扎 我也喝一杯 再说了我想取收刺激 我会带着我小队出现 说到这里了 我们今天也早点出门 我算很久醒了 希望了 他一边说的一边坐下来 我只担心的台子头看向他 啊 我父亲安排了一个小型比赛 他想看起来闭上了一只眼睛 我的任务是狩猎 捕捉在生日里肆虐的黑色大眼珠 他将成为今天盛宴的食物 成功捕捉到小队会有整整一周的休息时间 有一说一 那真是太好了 我点点头点点嘴唇 我开始喜欢上啤酒的苦味了 我还是没有办法 对吧 我们可以整整一周在一起 我打度两天之内就开始厌烦天天看着我这张脸了 我不会厌倦的 我有点怀疑 我笑得摇了摇头 他说话里去更加严肃了 不管我们在抓到野兽之前都不要放松警惕 以防塔诺 他想干什么 我们当时在野猪不受干扰的情况下 大师特斯待在原地 但塔诺和他的小队一直最近在跟踪野猪 他怒吼了一声 我想他一直在监视着野猪 那他也卑鄙了 无论我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为最棒的狼加油的 好甜哦 我鼓励他冰下他点了点头 那请告诉我谁是最棒的狼 当然是你啦 我的Lennie是最棒的狼 我露出了一个烈带诱惑的微笑 但他很紧张一笑而过 说真的 我对明天的事非常高兴 当然有一点担心 放心 你的胜利应付的 还有他的寿长鼓励着我 很高兴我们至少其中一个人有很有信心 Ralisa的话确实让我有些害怕 他很喜欢把事情复杂化 小时候我还一直开他的玩笑 哦 我发出了疑惑的声音 终于看到酒杯的杯底 我曾经调整他剩下来的时候是灰色的 却硬是把自己愁成白了 好坏哦 超坏的这个地狱 这也太恶毒了 我笑起来想着吃狼气鼓鼓的样子 不管怎么样 我敢肯定追求别人的方心 就像你追求求我的一样 如果你的嘴一直闭着 就很怕很难去追求别人的方心 我常常把口中的啤酒喷出来 等等 我什么时候追求过你的方心了 在你的梦里吗 这只有一个天天追求他方心他的人 只要就 那就是你 我管他的 我念出来了 会让他露出略带潮动的微笑 虽然是他自己的印照得诚人 他很享受 他当作模样的嚎叫十分可爱 却给我填满形狂的想象空间 再一次 但这次来个真的 我感觉到用手拍的桌子 什么 我想听听获得张时的狼好 加上知识的狼会发出的那种 我请求让他有些为难 但他有些坐立无安 我 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不能 可能会有人听到 所以呢 别告诉我你们这边自己是吼叫 当然不是 他稀弱的看着我 随随随便看上很难看的表情 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声音 他们期待着某些讯息 你必须为了什么而吼叫 哦 我难得到 不知道为自己有没有正确理解他的意思 你在告诉我 你没有想要为之好叫的东西吗 我有 有很多 他奚落着我 但是带着坚定的眼神 而我只打算碰碰运气 那么请让我听你的狼好吧 呃 非常犹豫者 我就打算就此放弃了 我不想强迫他 当然我已经突然摆了一下 暗示了他其实是想这么做的 求求你呢 呃 好吧 你怎么跟个幼崽似的 他摇一摇头 深深吸一口气 我把胳膊落在桌子上 用手撑脱的下巴 看着他的胸 扣随着吸气隆起 接着 雷脑仰头向后 指鼻尖指向天花板 嘴唇隆起 愉悦的供笔声 从他的喉咙深处 发 进发而出 他的声音在玻璃窗内回响着 一种莫名的情绪波动吸 卷着我的脑海 高频的嚎叫在厨房回响着 愉悦的幸福 感觉洋溢其中 他叫周围传递着自在幸福的讯息 我发现我甚至听到 我吃世界上最幸福的狼 这层寒意 我射体被触动了 颈部的喊毛 因此树立了起来 我将住在这里 用静默的眼神看着他 哇 那可能是太美了 我说了一口气 给他一声掌声 让他看到我进入 让他看到我进入无法呼吸 会让尴尬的笑笑 呃 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 他点点点头 我只能聚集了酒杯 为这美好的一天 干杯 酒杯相碰 我们一起欢呼着 我们继续一千两千喝着酒 互相开着玩笑 想再创造更多的坏色笑语 就这样过了许久 终于我们感到昏昏欲睡 还是到上场时间了 接下来Renie需要参加那场狩猎 但他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我把盆着我攀得放松一点 他只倒在宠垫上 在他身旁形成一个凹陷 哦呦 他的举动让我很惊讶 让我只是笑笑 没太在意 后来将我把他拉进怀里 紧紧抱着我 将我深深压入他的胸部 我才是这么做 是因为他真的喝醉了 但我不建议 该死你真的很好病耶 我又很喜欢这种亲密的关系 如果喝酒的让他自由 表达自己的感情 我有什么要去拼汗呢 不一会我就在这个 茫茫茫的摇篮里睡着了 希望没什么可以打扰我的睡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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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